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呀跟大家聊一聊 铜钱跟姻缘的收藏方面的 入门基础知识 我这手里呀拿了三个铜钱 一块姻缘 这三个铜钱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三个铜钱都比较大啊 不像咱们那种小个的铜钱 不像那种小的跟扭扣似这么大的铜钱 这三个铜钱都比较大 然后啊我拿这个铜钱呢 这三个全是咸丰时期的铜钱 大家注意看 他这个写一个咸丰元宝 背面写在什么 荡摆 然后这有一个满文 大家注意这满文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铸造的钱币 是哪个局铸造的 这是一个保原局的荡摆 咸丰元宝 大家在看这一个啊 这一个是当五十 不念当十五啊 这很多藏友不知道 这念当五十 这叫先锋重宝 大家注意看这个 这个是当十 这也是先锋重宝 他这个满文呢 这是出头 这个宝字出头 叫出头宝 这是一个版别 然后啊 我分别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很多藏友不知道的知识 如果您家里有这东西呢 您也可以根据我说的 您对照一下 看一看家里有没有 大家先看这个当十 然后给大家讲 这种大签 咱们见到的只有先锋时期 有大签 先锋时期有大签 这个淘戴 有当五 当五我这没有样本了 有样本的话 我也给大家 我也给大家拿出来 没有了 咱们从当十讲起过 这个当十啊 我讲最普通的 有普通当十 有当十大样 大小的大 样本的样 这个大样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比普通当十大 普通当十啊 一般都这么大 像我手里拿这当十 直径的是39点多 毫米啊 单位是毫米 39点多 这种当十大样 现在都很贵 价格都在千元左右 好贫的 甚至稍微再好的品项 都得是一两千 两三千的都有 像我手里拿这枚这么好的品项 这是39.3 这个 像这样的当十 价格都在千元左右 这是当十大样 不是普通当十 这是个出头宝 宝全局 宝全局 全州的全 宝全局 然后啊 讲完当十 给大家讲这个 当五十 这个当五十啊 比当十呢 一般都大 这个当五十 也有当五十大样 大小的大样本的样 当五十大样 那种的话 一般直径在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都有 这种当五十大样 像这种普通的当五十啊 直径一般在五十左右 直径是五十毫米 四十九毫米都有 大概就这左右 像这种通签啊 一般的 正常情况下啊 普通的当五十呢 也都是一千多 品项好的两千多 三千多也有 咱们常见都是普通的 但是有的个别前辈局 都非常高 这是保全局 保全局啊 同样的品项呢 就不如保渊局 价值大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指示 当五十也有普通的 也有当五十大样 注意好了 然后呢 这个大家看 这是重宝 刚才拿这个当十 也是咸丰重宝 下面大家看下一个 大家看这一个 先锋圆宝 这个当百 注意啊 它是圆宝 先锋圆宝 这是保圆局当百 它这个品项一般啊 但是挺黄亮的 这东西 品项一般 但是挺黄亮 这个当百啊 我拿这个是保圆局的 有保全局的 保圆局的当百呢 要比保全局的价格高 然后啊 还有 最贵的 我之前展示过一个 保德局的当百 但是那个是 几乎是样钱 那非常贵 那东西 大家注意 然后呢 这几个铜钱 给大家讲完之后呢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咱们先锋 只有先锋朝代 有大铜钱 有当五 当十 还有当二十呢 大家注意啊 非常少 咱们普通收藏者 很难遇到 当二十 当三十都有 咱们常见的就是 当五 当十 当五十 当百 当五百 当千都有 还有当二百呢 这更少 这东西 只知道 常见的就行了 然后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种钱币 价格 这几年 特别的疯狂 像 在 一零年 左右的时间 这种铜钱 也都一百块钱 左右 一百块钱 左右 现在 好品的 当五十 大压 都得在四五千以上 都得在四五千以上 当百更贵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杯这个啊 这是一块 银圆 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大洋铅 这是银圆 这是一块啊 孙中山 穿洋 二十三年的穿洋 这是也是前几天收的 给大家拿出来展示一下 这品项非常好 这个东西 这穿洋呢 有二十三年 有二十二年 还有二十一年 这二十三年是价格最低的 大家知道这个品种就行了 不是大头的 远大头的价格 普货 三年大头价格差不多 大家注意啊 基本上在九百多一枚 好品的话都过千 九百多一枚 大家注意 我给大家说的是 现在正常的市场行情 如果您遇到了 价格比这偏低很多 您千万要注意 不要上当 然后我这儿还有一个铜钱 这个铜钱啊 比较小 铜子 这叫铜板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但是这个铜板啊 也相对于其他铜板来说 也比较特殊 这个铜板是什么呢 宣三十文 这个铜板很贵的 像好品的这样的铜板 都得大几百块一个 大几百块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对了 大家记住这个品种就行了 如果您家里有的话呢 有这样的要单独挑出来 大清铜币 这是石纹 宣童三年 这种 今天呢 就给大家 讲了这几个 我前几天收的 这个银元 跟铁币 还有这几个 希望呢 我讲的视频呢 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藏友们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